品味世界旅人的生命故事 找回记忆中的幸福滋味 欢迎来到幸福餐桌好时光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餐桌 今天这一集一样是请这个乌克兰的宣教士Melody姐 继续的跟我们分享该怎么样实际的去帮助乌克兰的这些难民 还有他们那边现在正在经历这个接待难民的这个过程啊 实际的状况到底是如何 其实我今天下午我也跟我大儿子有沟通联络过 基本上一天两天我就跟他视讯一下 看看他的状况怎么样 那从战争开始以后市面上的东西 如果他是从工厂出来的 那就是买了就会没有的 譬如说枕头是工厂制作的 床垫或者说冷气啊 或者冰箱啊 任何的电器产品啊 只要是从工厂制造的 那他超市卖完了就会没有了 那也就是说平常老百姓 像我们生活我们买一个枕头 我们可能买一百多的我们就觉得可以了 可是呢 这个战争爆发以后呢 一百多的最快卖完 再剩下就三百多 你就只好买三百多了 三百多卖完了你就得买七百多了 所以并不是说超市或者卖场 他在哄台物价 而是他只能够他便宜的卖完了以后 他只是他就剩下那个平常很贵 卖不出去只卖给有钱人的那些产品 那不巧这些有钱人的这些产品 你现在是没有钱的人必须被迫去买 我觉得不是他们哄台 是你被迫选择去买那个贵的东西 那当然也有比较有变贵的 譬如说像汽油 因为汽油用完了就没有了 所以现在汽油也涨了大概有50% 那像那个米呢 也是吃了就没有了 因为米也不是说你今天要有就有的 他要再种到只要等到明年才会收割啊 所以现在的也都是仓库里面剩下来的 那整个他的那个供应链断了以后 也没有米再进来了 所以剩下来的这些米 据我儿子讲以前我们家一公斤 买的20块钱的米 现在已经变成60块了 所以他又买不下手 因为他觉得三十几块的时候 他都买不下手了 那现在60块他就更买不下了 那就是说可以买的东西越来越少 所以这个也是让人觉得说蛮忧虑的啦 我也是跟我儿子讲说 那你上街的时候 你看到有什么可以买的 你还是要尽量买啊 他说可是现在坐车出去 油价又贵啦 因为我们家生活成本 对啊 然后坐车的那个 那个计程车的车费也涨了30%40%啊 我们家住在村庄里面 那你若说到城里面买东西 你一定是要坐去坐计程车回来的嘛 也不可能扛了那么多物资 然后去坐公车 他的公车是很小台 跟我们台湾公车不一样 他的公车大概就是十几二十个人的 这种中巴那种大小 所以你基本上你没有办法拿太多东西 因为他的那个走道也是很窄 那个然后坐坐椅的那个空间也是 就是你都放个脚 你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空间了 就是确实是在生活上面是越来越紧 然后这个战争会打多久 没有人会知道 然后就算打完了 还有灾后的重建 还有很多的废墟 然后很多的农地 所以我看那些很多的这种新闻评论都会说 因为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 它是世界的粮仓小麦的供应国嘛 所以这两国在打仗 那就意味着全世界的小麦有80%会受到影响 那真的求神怜悯 真的在下来的日子 对啊不只是粮食 因为像美国我们现在很有感的是石油 现在你知道石油 现在外面加油啊 已经一桶油就是已经是过去的双倍价格了 然后因为这么贵 所以说像我现在都跟我先生说 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一出门一趟就最好把东西都买一买 然后那个我们家 没错没错 我们家有一台是油电车 我就是现在赶快能充电就充电 不要加油了 对啊 所以我儿子也不能够轻易的就出门了 因为出门一趟也就是坐车 可是你不出门买东西的话 你家的东西就用完了 然后市面上用完了又不会再补货 那你怎么样再预备接下来 不知道要打多久的战争 以及战后的重建 所以你要说有信心吗 我们只能够把焦虑交给神 因为也有人问我说 那你不害怕吗 我说我没有办法去想害怕或者不害怕 我只能够把我的感觉 把我的情绪 把我的忧虑 更detail的跟上帝说 因为我知道害怕不是目前我需要的情绪 因为它解决不了问题 我如果要解决就是 我到底在为什么样的事情忧虑 可能我的祷告会更仔细 我跟上帝所讲的 我所考虑到的 我忧虑的层面 可能我会交托的更彻底 因为真的 人真的是做不到什么 在那个环境处境之下 外面的人只能够干着急 对 可是里面的人 除非他要出来 可是呢 你出来 那真的 你就看见很多人流离失所 那你怎么办呢 嗯嗯嗯嗯 那像现在很多国家 就是纷纷的都说要募款啊 然后呢 想说可以帮助 就是为乌克兰尽一份心力嘛 但是我们实际上的行动 要怎么样帮助 会是比较好的 因为有人说要捐物资嘛 那有人说要捐钱 那该怎么样的帮助 对实际上乌克兰现在的这些难民 会是比较好的 就是说如果是在美国的话 那就可以把美金汇款到 以赛亚19 那上面就注明为乌克兰 那他们集结了钱 就会直接汇到我们在乌克兰的 以赛亚19 嗯嗯 是同一个系统 那如果是在台湾的话 你是汇台币的话 那那个陆家传道会 他们在卫福部有申请了一个公众的 那个联合募款的账号 那就可以把钱汇给他们 那他们会把这个钱呢 汇到乌克兰的以赛亚19的账号 那这个钱呢 我们就会用在当地的教会 当地的那个什么孤儿院上面 因为教会不是只有我们家 很多的教会 也有很多的家庭都开放在 接待难民 那这一部分的钱呢 我们就会用在这个教会上面 让这个教会有能力 可以更多的接待 或者说去支助他们名下的接待家庭 因为接待家庭突然水费啊 电费啊 火石费各个方面暴增 那平常都是农户农家 基本上这个月赚的钱 就这一个月花 要多多少是多不到太多的啦 就是不是富裕型的 突然之间有那么多人来 而且又需要囤粮购买物资 我觉得说真的是有困难 那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会把钱就放在教会这样子 有很多的人会说 那我不要捐钱 我怕什么我的钱万一没有用在刀口上 我说我要捐物资 像很多的人会说 要捐一些棉被啊枕头啊 去乌克兰 这个做法是可行的吗 会花费非常高的代价 因为你从海外寄东西 基本上它的邮政 现在已经是断练的情况之下 你是寄不过来的 它是断练了 没有现在你现在所知道的那些 以前我们常常网购的 它现在路是不通的 然后我相信也应该也没有什么样有物事 在像以前那样开着车给你寄包裹了 一个是你的那个油资会可能那个费用会高过 你现在想要捐献的东西的价值 第二个呢就是你可能会送不到地方 然后再来呢就是说你所送的东西 是不是当地急需需要的东西 我们隔山隔海我们体会不来 那我晓得说我们现在那边的地区的做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外地是把钱汇到这些教会的账号里面 就好像我刚刚所讲的 汇到以赛亚十九或者说卫福部 给我们的这个那个路加传道会的这个账号 那这个钱会汇到我们乌克兰的银行 那到的那边我们会直接跟周边的 如果说我们需要物资的话 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跟周边的国家下单 比如说是直接跟匈牙利斯洛伐克之类的地方下单 对没错 因为他们跟我们只差一个边界 那他们没有战争 所以他们没有物资缺乏的问题 这样的话我们直接在那边 因为我们也有教会 也有认识的人在周边的国家 他们可以帮代替我们去采购 对然后代替我们用货柜车 整个货柜车运进来 那我现在的关口基本上 它就是接受货柜车运送物资 差不多20尺的那种大货柜进来 那这种小的基本上已经没有看到了 都是这种大货柜 都是向邻近国家购买东西进来 那当然有些是邻近的国家 他们的捐献 他们自己的NGO整个捐献过来 这个也是有 也有买的也有捐赠的 但是就是在整个边境 边境就是说像我们在乌西这个地方 我们就接受很多这个关口 很多的这些物资就会送进来 那这样送进来的东西就会很快的 就会被分配在需要的人的手上 而且是他们立即需要的 不会说浪费了时间浪费了物资 又浪费了这个油物的这个过程 那就是你所送出来的 因为他们采购的东西是 他们detail的马上就要用到的 所以那些东西是非常紧急需要的东西 是很有价值的 这个会比外人不知道他需要什么 而盲目的寄东西 然后他所花费的金钱跟时间 我觉得还要来的更实际一些 所以重点是你所奉献给予的那个单位 是不是你放心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因为现在战争的资讯 就是比较纷乱一点 所以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 你这个单位是不是比如说你平常捐献的 然后你觉得放心 你相信他们会好好地善用这笔资金 那其实呢我觉得奉献出去就是 反正就爱心嘛 我们就是奉献出去 那就让这笔钱他可以做最好的利用 然后交给第一线的人员去做分配 那最后我们都很希望战争赶紧结束 然后希望有一天大家还是有机会可以到 这个乌克兰也许还有机会去旅行 或者去那边看一看 所以呢我们先听个音乐 然后呢我们等一下起melody姐跟我们分享 即样如果以后真的有机会到乌克兰的话 有哪一些乌克兰的美食 好吗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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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开 那在最后一个单元呢 当然还是希望可以有一个 欢乐一点的收场 虽然就是战争的事情 真的很残酷 然后听了也让人很难过 不过呢 我们大家都还是希望 真的是有一个期望 有一个盼望 希望未来呢 有机会乌克兰可以恢复 或是可以慢慢的重建 然后大家还有机会 可以到乌克兰去旅行 那我们现在算没办法 到乌克兰旅行 不过呢 我们请这个 住了六年的这个Melody姐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乌克兰有什么样的美食 因为我们好像 在这次战争之前 对乌克兰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 其实住六年是我小儿子了 不是我啦 我们家是2018年去的 那18年到现在 我又很长时间不在乌克兰 所以我在乌克兰的时间不长 但是呢 有几样的食物 给我很深的印象 第一个食物呢 叫做combo 那这combo是什么呢 简单的讲就是它的综合果汁 那因为乌克兰是一个农业大国嘛 那这个在农产品丰收的时候 很多的水果 他们为了要保存的缘故 他们就会把它煮熟了 然后带着那个果汁 就是煮熟的水果 然后把它 不是果酱 就是水果 梨子就是梨子 苹果就是苹果 原形 他就把它腌制或者冷冻起来 那当你要吃的时候呢 你就把它丢 就是把它煮 就是放在水里面 一直煮它 让它那个水果的味道煮出来 然后再放凉 那他们的那个餐厅里面呢 每一家餐厅的combo都不一样 都有他们各自的特色 那通常他们都是一公升 一公升这样子卖 他们就是说 他们在餐厅吃东西 我们去过的很多的城市 他们不流行喝饮料 我基本上没有看见卖什么 可口可乐啊 什么芬达呀 pepsi呀 类似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有 你必须刻意的找 不会像好像我们在其他的穆斯林国度 他们超爱喝这种soft drink 那在乌克兰基本上是没有 就是喝这种果汁 就是说 对 因为这个是最便宜的 因为这是农家的东西 然后他丰收嘛 所以他就冷冻起来 或者说腌制起来 等到你要喝的时候 他才拿去煮 煮了以后 然后放凉就放着一公升一公升的这样子 你进了餐厅你就跟他点 看你要什么样口味的 那这样子就很健康 就不会觉得说 喝了很多碳酸饮料 喝了很多糖分 然后其实那都对身体不好的 可是在乌克兰我觉得说 喝这些东西 感觉上很健康 而且他们没有放防腐剂 没有放食品添加剂 就是层层实实的一个水果水而已 那感觉上就很舒服 那其实在我们家 我们也是这样做 因为像我们家买了那个地 它后面就有个果园 那所以当这个什么 什么苹果丰收的时候 葡萄丰收 然后樱桃丰收 李子丰收 这些东西一丰收 你根本就吃不完 那你要卖到街上 邻居跟你也一样丰收 所以一定是卖不完的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就是把它冷冻起来 然后你就自己慢慢吃 我们家也是这样子煮水果水 我觉得说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好喝 各式各样的水果mix在一起煮 真的是放凉了以后 那个真的是很好喝 所以如果说 你们会去乌克兰的话 你如果看见他的饮料 那里面有写combo的话 你就去点 而且很便宜 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他们的啤酒 他们的啤酒很好玩 它不是一种啤酒 然后很大杯的那种 像我们在台湾 我们就是那个啤酒的杯子很大 500cc 对不对 然后但是在乌克兰的话 譬如说 他一杯大概就差不多20cc 这么小杯 那是一个shot 对20还是50cc啦 就是差不多一大口就喝完的那种 对 杯子长长细细的 然后他一次就给你10种 就是你这口气 你就可以喝10种 也很便宜 也没几块钱 你知道黑咖啡一杯多少钱吗 你猜多少钱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 如果以台湾星巴克的价格 应该就是台币这样120块到150块 你知道乌克兰一杯只要7块 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怕 7块是指台币吗 还是指乌克兰的币跟台币的币值 对美金是差不多的 几乎一样 就是说我们家2018年 就是我小儿子去的那年 他比较早 他就拍那个menu给我看 他说妈 这杯咖啡一杯只要7块 7块钱 我们台湾连一罐养乐多都买不到 所以觉得哇塞 这物价也实在是太吸引人了吧 然后另外一个让我觉得说很好吃的 就是它的炸排骨 烤猪肋排 它烤猪肋排也是算公斤的 那一公斤猪肋排 250 差不多250台币 那这样子他们的饮食 其实跟匈牙利也蛮像的 因为我以前去过匈牙利 那边也是猪肉 什么炖猪肉啊 猪排好吃 所以其实乌克兰的这个猪肉也是好吃的 没有错 所以如果说神怜悯 这个乌克兰能够恢复回来 真的我觉得说战争之后 一定有很多东西被改变了 我相信是被改变 但是求神怜悯 这个恢复这个国家之前的 这个安定跟安逸 还有这些很平和的这些物价 因为我真的很怀念 所以说也真的希望啦 有一天如果战争结束 然后乌克兰开始恢复 也希望很多的人可以开始 也其实可以考虑去乌克兰旅行 然后呢 就是希望有一天我们真的还可以去到乌克兰 然后吃到这个刚刚讲到的这些乌克兰美食 像这果汁啊 咖啡啊 啤酒啊 一定要来 我们家就是在那边开旅行社的哦 好 如果真的战争结束 真的是希望大家有机会 然后去这个Melody家开的这个旅行社 然后他带我们去体验一下这个乌克兰的生活 对 就带你们去体验 欢迎你们来哦 对 然后最后的节目真的是要结束前呢 那一样 Henna就是会把这个 刚刚提到的这个台湾卫福部的这个送来到乌克兰的公益券目计划的这个资讯 放在这个频道上的这个叙述 文字叙述里面 那或者是呢 大家也可以去搜寻这个送来到乌克兰陆家传道会的这一个捐款资讯 那如果是美国听众的话呢 我一样也会把刚刚讲到这个以赛亚19 以赛亚19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账户 分享到这个podcast的资讯栏上面 那大家呢 如果是就是说你有感动 很希望也可以为乌克兰的这些接待家庭啊 出一点心力的话 让他们可以采买物资 那也欢迎大家量力而为 就是来奉献一点点的金钱给这个乌克兰 那最后就是要谢谢这个Melody姐 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乌克兰的第一手资讯 然后也让我们更了解说 哇原来宣教士他们在当地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事 那同样身为真的是台湾人 我真的觉得很以他们为荣 就是他们留在当地 然后真的是用爱心 然后去接待这一些难民 好喽那我们节目最后要结束了 那我们就请Melody姐跟大家一起说声 拜拜咯 拜拜 谢谢各位收听 谢谢Hana给我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 愿神祝福各位 拜拜 那我们就下一期节目再见 愿上帝的喜乐充满你的心 拜拜